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戈壁辽阔苍茫 带您领略大自然的神奇伟丽 系列节目《恨海骑虎》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我国古代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 都提到过弱水这个词 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就说过 任凭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眼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 有这么一条河 它的名字叫黑河 它还有一个古称 也叫弱水 那么这条河真的就像古书当中描述的那样 连一根小草都飘不起来吗 为了探究黑河的水文状况 及其沿岸的自然人文特点 《地理中国》考察组 来到了黑河下游所在的 内蒙古自治区 俄纪纳齐进行调查 黑河 古称弱水 是一条内陆河 它的流域末端 是一片荒漠中的湖泊 古老相传 这是一片形态 大小不断变化的水域 在湛岸的湖面 和黄绿相间的植物之间 湖区内还会不时出现 亮眼的白色区域 颇为奇特 每到秋天 沿黑河分布的湖洋 便开始尽情挥洒自己的金色 似乎是要将储备的一年的激情 迸发出来 上天好似是打翻了调色盘 把绚丽的颜色都染到了这片土地之上 究竟是什么力量 汇究了如此令人震撼的画卷呢 额基纳齐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端 秘属于阿拉善蒙 这一地区地广人稀 不过随着金秋时节的到来 这里的树林之中就会变得热闹非凡 每年九月开始 翠绿的湖洋林逐渐要换上金黄色的秋装 额基纳齐的湖洋林 大多分布在黑河及其支流的沿岸 从空中俯瞰就好似一条金色走廊 在一处河岸边 考察组的奇德利博士 发现了一种外形奇特的生物 它反过来的游游 你看 它洋勇呢 前面那个足尸扇子状 你看 它的洋勇 它叫后宠 看 它的样子像一只虾 人们就把它起了个名字叫三叶恐龙虾 为什么带个恐龙两个字呢 因为它在二叠的时候就生活在地球上 近三亿年来 后宠的身体形态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是进化研究的理想对象 同时 它对水质和水温也有一定要求 所以 这是一种指示物种 因为它是对水体的污染很敏感的 如果这个水呢 有农药了 有污染了 它就不会存活 随后 考察组利用相关仪器 对这段河道的水质 进行了检测 它的盐度是多少 395 就生里盐水是0.9 这是0.3 所以这是淡水 牛啊 羊啊 候鸟啊 骆驼都喝这个水 我们把它伸进去 好 我们来检测 就跨化度电力程度比较高一些 所以它这里面的跨物乘风比较多 好 我们再来测它的另外一个数值 叫TTS浓度 462 水里面还是有点杂质 这里呢 你想风沙也这么大 到了围旅的地方呢 它有点沉降 那当然了里面有一些风沙线 泥土很正常 460多 相当已经是非常低了 也就是水呢非常清澈 但是黑河来水量并不稳定 尤其是一些支流河段 在枯水期还会干涸 不过这不会难倒 性格坚韧的胡阳 胡阳树 是吧 就送着这个岸边的生长 这个呢你看是一个胡阳树的这个根啊 它裸露出来了 它的根系呢是向四周放射状的 同时这个水平根呢生得很长 它这个根在这个结上 它会生出枫年 一个枫 两个 两个枫 三个 这就长出枫年来 根系发的目的叫 吸取地下的水分 胡阳生长所需的水分 主要来自地下 它的根可扎入地下数米 并在水平方向延伸数十米 这是为了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 获取地下水 所以即便地表水暂时干涸 只要地下水埋伸在河里范围内 胡阳依旧可以存活 向导说 在俄基纳旗除了金色胡阳 还存在着另一种 与胡阳有关的景观 随后 它带领考察组 来到了一处荒漠地带 在这里 各种形态的枯木或立或倒 树叉蜿蜒扭曲 给人以震撼的苍凉之美 当地人把这里称为怪树林 实际上林中所谓的怪树 是已经枯死的胡阳 黑河沿岸 枝繁叶茂的胡阳林 一派生机 而这里却只有一片死寂 这样的景观差异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据了解 多年前 曾有一支科考团队来此调查 他们发现 这一区域内的地下水埋伸 大致在一至三米 完全可满足胡阳根系对水的需求 并未达到雕尾水位 即使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 但是呢 如果你地下水的补给油 它还是能活的 齐博士根据这一信息判断 缺水并不是导致这些胡阳枯死的主要原因 随后 他对这一地区的地貌 进行了仔细观察 齐博士说 怪树林所在的区域 有风石地形特征 大部分胡阳的根系 已出入地表 风石作用会导致地面降低 而使胡阳根群的位置变浅 而且这里的胡阳群落严重老化 胡阳老化 其根系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差 当根系的生长速度小于风石强度时 风石深度就会抵达胡阳的地下环境稳定层 使根群无法吸收到足够的水和养分 最终导致了胡阳死亡 向导告诉队员 在怪树林的成因得到科学的解释之前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附近有一座名为黑城的古城 几百年前的一次战争当中 守城一方陷入了困境 被迫突围 可他们逃到城外之后 又遭遇了敌军的伏击 因寡步敌众而全军覆没 最后守城官兵的躯体 幻化成了形态各异的胡阳枯木 以示忠诚 虽然这只是一个带有悲壮色彩的传说 但里面所提到的黑城确实存在 向导告诉队员 这座城石的城墙高大坚固 可以说是一手难攻 考察组跟随向导从灌树林出发 向东南方向行进 来到了黑城遗址 这个西夏时期的黑城是最早期就是阎君寺驻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面城墙 是1286年元朝扩建的城墙 黑城城池呈长方形 设有东西城门两座 并在城门外夹住了瓮城 黑城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地带 四周的城墙已被流沙包围 你看把沙子都堆在这边 西边城墙里面堆过来了 你看 你看 你看就往这个城头的方向 对 对 看 因为我们黑城所处的位置 40多多的中美度了 这里常年盛行的是北风西风西北风 拔了个沙子 你看 我们后面都是那个沙园 都是那个沙漠 把这个西级沙子都堆在城墙里 把它堆起来 所以起你看 这沙子你看 尤其这个风起来的时候呢 它是带着那个沙子在磨 所以说这样的话 对墙起一种磨石 一种吹齿 来的时候这个城边的沙子 据文物保护人员介绍 虽然风沙会对遗址产生局部侵蚀 但作为一座规模较大的城池 其城墙结构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 他说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还要感谢这些沙子 这个沙子我们就要辩证地来看 那么有了这个黄沙覆盖以后呢 它把城墙更保护住了 如果说对这个墙的稳定性来说 那当然是把底下保护住 那当然这个城墙保护得更好一点 黑城的标志性建筑 是位于城墙西北角的几座 富波式佛塔 而在城外的西南角 还有一座清真寺 由此可见 多种文化曾在这里融合发展 一百多年前 一支探险队还在这里挖掘出了一部 汉文西夏文对照的工具书 这个翻汉和石掌中猪 类似于今天的印汉字典 拿这个油字来举例 它的右侧是西夏与油字的一个写法 在这个油字的这个左侧 它是西夏文中油字的一个发音 在它的这个右侧 是在汉文中油西夏文的一个发音 它的发现 使我们考古工作者 了解这个西夏史 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一支考古队 在对黑城遗址进行发掘的时候 找到了一张元代的纸质文书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渤海馒头紧装 请君来日市场 全文大致意思是 一家面食铺的店主 乘邀顾客来试吃馒头 限食三天 也就是说 这是一则元代商家 招揽生意的广告 此外 考古队呢 还在城内发现了多处商铺的遗迹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古城当时的商业活动十分反省 黑城遗址 位于一片戈壁之中 周围只被稀疏 也无明显的水源 为什么这样的环境 会造就出一座繁华的城市呢 又是什么原因 让它走向了衰败呢 如今 黑城内的建筑 因岁月侵蚀 大多只剩残垣断壁 但俯瞰整个城池不难发现 一记群落的布局 依旧井然 考古人员研究发现 在西夏和元旦 黑城是这一地区的政治 商贸文化中心 那么这座曾繁荣一时的重镇 后来又经历了什么 让它变成了如今这般景象呢 据说就是把这个城 焚烧了以后 就是房屋的一个主粮嘛 明显上面有火烧的痕迹嘛 这还有一个是铁器是吧 这是一个 这么长时间 他们也没有腐朽 说明这边地区还是干干 对干燥 元朝灭亡后 黑城成为元朝蒙古贵族 参与势力的一个重要据点 公元1372年 明朝将军冯胜率兵前来征讨 相传冯胜为了夺取黑城 豁费了一番心思 冯胜过来攻打的时候 把那个骨河倒堵掉了 最后那水就没有 往这边流过来了 据说黑城附近曾有一条河流 当时冯胜久攻不下 便在这条河的上游筑起沙坝 让其改道 截断了黑城的补给水源 最终城中守军因断水而败下阵来 虽然这一说法还有待考证 但黑城附近确实存在着一条骨河道 考察组在文物保护人员的指引下 来到了骨河道所在的区域 这一区域地处荒漠 从地面上很难发现河床的痕迹 于是队员决定利用航拍机进行观察 航拍画面显示 在这片戈壁之上 有一条浅色的痕迹 明显是已经干涸的河床 它蜿蜒曲折 并向着黑城的方向延伸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一个明显的边界 这个细沙呢 河道两岸要粗一点 那么河道中间呢要细一点 是因为当时这个河床比较低 那么城际东西是不是要厚一点 多一点 而两边高是不是高的东西 更容易比风带走 这个河它改道去向北流了 流到其他的河道里去了 向东北方向 向黑城这个方向流的 这条河里面的水呢 干涸了没有了 黑河水系的变化较为复杂 它发源于七连山脉 现今的河道 在经过俄吉纳齐境内的狼心山后 又分为东西两支 相关资料表明 黑城遗址附近的古河道 很可能是东边这条河原先的故道 至于河流改道的原因 齐博士解释说 即便不是人力所为 自然的力量也会改变其流向 那么如果这个是主干流 它是这流的 比如说经过了黑城这么走了 因为我们流经的地方都是隔壁沙漠 这些沙子这些灰城都会 这些都会往河里面来堆积 如果这地方越积越高 这个河床高了 那河流它就自然而然 向第一个地方就流了 那就自然改道向北流走了 明朝政权在攻破黑城后 并没有驻兵囤守 随后这里的人口逐步外迁 有学者分析认为 河流的改道是人们弃城而去的 主要原因之一 失去了水源的黑城 已不再宜居 所以这座盛极一石的古城 就此衰败 在原始地理之中 对黑城的周围环境 有这样的描述 城东北有大泽 研究人员发现 这改道之前的黑河 在流经黑城之后 最终注入了 城东北方向的一片大湖 汉代称居延泽 从唐代以后改称居延海 后来这片水域 因环境变化 退缩成了几个面积较小的湖泊 这其中就有黑河两条分支的铭驴湖 东边的这个叫苏伯闹尔 西边的这个叫嘎顺闹尔 而且这两片湖泊的形态大小 依然在发生着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九十多年前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绘制的一张 俄纪纳地区的草图 图中这两片湖泊的轮廓 清晰可见 而这张则是近期该地区的卫星地图 可以看到 这嘎顺闹尔所在的区域 是白茫茫的一片 湖水似乎已经完全干涸了 那么现在这个湖泊 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考察组为了解嘎顺闹尔的现状 驱车向它的东南边缘进发 车辆在戈壁上行驶了近两个小时后 连片的沙包挡住了去路 小心点 这个都是软的 都是松的 这高一点就看得清楚 你看这个高出来的这一道沙龙 其实就是古的湖岸线 它越往下走 越往远走 它越来越低 对 越来越低 好像这个一浪一浪的 如果那些干涼的那个滩上有湖水 这边是不是就是避包大洋的 湖水会把那个沙子 小波浪也打得岸上来 那这个就是有三血各的 你看细的沙 粗的沙 这样形成那个湖岸线 最后一行人穿过湖岸线 来到了相对低洼的区域 这里的地表土层 显现出了军列现象 你看啊 你看你捏松软的摸上去细细的是吧 这就是一种泥来捏土了 你看这些沙包片状的是吧 像洁壁一样的 这就是一些暂时性的酱水或者水流 给它净入了一下 就变成一个硬硬的了 在这地方呢 一个一个的小沙包 恰恰是固定了当时留在湖底的一些泥土啊 粘土啊 缝沙啊就保留下来了 所以说 低洼地带的这些地貌特点 也与湖底干涸后的特征十分吻合 那么这片湖水为什么会消失呢 队员查阅资料得知 长期以来 由于受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 黑河下游水量减小 断流天数逐渐增多 所以在上个世纪 嘎顺闹尔就已完全干涸了 而苏伯纳尔与嘎顺闹尔之间只有约一小时的车程 那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考察组来到苏伯纳尔后发现 这里闭波荡漾 芦苇丛生 水鸟低响 与嘎顺闹尔形成了鲜明对比 黑河在入湖口铺展开来 深向湖面 我来丢一个木棍 我们看一看它的流速的一个情况 目测一下好吧 我们看到确实飘的确实特别慢 比较缓 0.1米的样子 所以在蒙古书里面就已经记录了 弱水给它来命名 这就是通过它的流速缓慢 以及它的水比较浅 齐博士解释说 发源于麒莲山脉的黑河 在流入平坦宽阔的河西走廊中断后 河道比降减缓 水域渐宽 其下游段进入俄吉纳其境内后 除途徒经绿洲区域外 沿河都为戈壁沙漠 因缺少其他补给水源 其水量逐步损耗 所以摊宽水浅 慢滩出路的现象 在这一河段十分明显 贪宽 水浅 流速缓等水温特点 在黑河下游显得尤为明显 所以有人认为 这弱水一词主要就是指黑河的下游段 在随后的调查当中 考察组通过航拍镜头 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苏伯闹尔的湖岸边 还有一些颜色雪白的区域 它们与湛蓝的湖水 黄绿相间的植物 搭配在一起 构成了一道奇幻的景观 那么这些白茫茫的区域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随后 队员抓起一把白色的物质 轻轻一搓就成为了粉状 这就是湖底的岩解 因为湖泊的补给量 跟不上蒸发量 湖泊面积在缩小 才会造成这里面的岩解的浓度提高 它要一晒 这个岩缝就吸出来了 此时正值黑河的枯水期 所以湖水面积出现了一定的退缩 不过 齐博士说 这种现象只是暂时性的 那么 这种暂时性退缩现象 是否会对这里的生态状况 造成影响呢 随后 考察组来到了岩解滩 与水面的交界地带 它只是表皮有那个岩解 你看 黑色的就是 我看看 我看看 哎呀 这个就是就是就是 看见 你看是不是黑黑的 对 这个是什么物质 这就是泥碳层 闻起来还有一点臭臭的味道 你闻 有一点点味道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尤其是植物体内的很多碳 都固定在这个里面 它是非常好的固碳能手 也可以净化水质 含氧水源 这个你别看 它是什么个光碳了 这么白白的一大片 只要有水覆盖的上面 浸泡的上面 自然而然它就实地恢复了 队员查阅资料得知 受黑河水量影响 苏伯闹尔也曾完全干涸 同时 黑河下游也遇到了绿洲退化等问题的挑战 为恢复这一地区生态系统 21世纪初 我国开始实施黑河水量统一调度 经过不懈努力 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 苏伯闹尔必一波重现 对 他们都不怕我们人了 你看 这个生态有恢复呢 最关键的是 这湖泊里面的这个耳料也多了 所以这也变成一个候鸟的天堂 这就是苏伯闹尔 整个生态修复成功的一个最大的表现 如今 焕发生机的苏伯闹尔 已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过境点 作为我国西部干旱荒漠地区 为数不多的湿地湖泊 这片水域对促进区域内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改善局部小气候 抑制沙尘暴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队员通过此次调查 有这样一个感受 被古人称为弱水的黑河 其实并不弱 作为俄纪大旗境内唯一的地表境流 它滋养了沿岸的大片绿洲 孕育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维系着荒漠湖泊的勃勃生机 然而这条河流 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流域内的生态基础薄弱 水资源时空也是分布不均 因此如何对黑河进行科学保护 合理利用 成了相关领域人员正在探索的新课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